好 那 差不多又回來了 然後這次要講有兩個 東西 等一下 沒辦法動 好 首先是第一個是 在三個是大松有特別提到的 就是 其實很多人不管在田裡面 或是說在自己居家或者是家裡面 後面有菜園的話其實 所有都會有病床癌的問題然後 常常都會去問那些 小賣店或者是說 你有認識的所謂專家 那問題是在於說 這個東西其實就跟我們一般感冒一樣 就是或者是說你有生什麼奇怪的病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好 你如果去買藥的話 那農藥材料問題 有時候你也會去想這個問題 實際上 這幅它其實有26處的程度服務站 那這個也是我之前 還在房間局的時候 做的業務之一 然後 這26處實際上有各式各樣 不同領域的專家都在裡面 那可是其實 它要知道你上面到底講的什麼東西 它其實有需要這麼多的資料 它不是你隨便一張照片寄過去 或者是某一個植物寄過去就可以 而且甚至你連寄過去的時間 都影響到它判斷的結果 所以 問題就在於說這三個做完之後 實際上大概是一個禮拜的時間過去的 所以說我會集中在紅色所指的這個地方 如何讓大家可以非常更精準的去 講出它的症狀 或者說可以判斷的原因 然後甚至說用影像聲音或者是資料方法 去讓專家可以做更及時的去指導 所以我做了一個醫農的一個專案 那這個小的專案的話 實際上已經有初步的一個Prototype 可是呢 它問題是它問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你填完以後就會發現非常不爽 所以說這個還需要各個UIUX還有前端 來幫忙做協助 然後另外一個是超容易的第二季 因為第二季裡面是主要是做那一個 栽培系統 就是說以地圖的模式去做呈現 那栽培的問題或栽培的一些需要的東西 這個也需要的是UI跟前端 尤其是如果有地圖呈現的一個專案的話 那反正呢 就是農業是一個大工程 要認真做好做完 那認同請加入 謝謝 下一位是